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彩恩 近段时间就放暑假了 很多关于儿童交通安全的问题是不断浮现的 所以近段时间生活调查团就会和大家一起来找出 避免儿童交通意外的方法 让大家可以过一个开心又安全的暑假 暑假期间当我们打开电视机或者网页 除了小朋友历史的新闻 关于小朋友发生交通意外的新闻也都特别多 一个小孩朝着正在行驶的车辆跑了过来 他的身后跟着一名女士 可是他和小孩的距离有点远 所以来不及把小孩暴露 结果事故发生了 跟在后面跑的穿白衣服的小孩却摔倒在地 同样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 画面中的这个小孩走到大门口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突然蹲了下来 随后一辆车从院内倒车 直接撞下了男孩 而根据世界卫生组织今年5月给出的数据显示 中国每年有一万名的儿童死于交通意外 这个数据相当于每日有30名的儿童死于交通意外 可以说交通意外离我们并不遥远 只要手不留神 真的分分钟会扬成悲剧 众观众多的交通意外 其实很多时候都是因为家长疏忽造成的 而最近这几个月发生的最多的 就是小朋友被家长反锁在车里面的意外 一位初心的妈妈一时大意 把自己一岁大的孩子反锁在车里 母亲本想在车窗外销孩子打开车锁 由于孩子太小根本不同开锁 而下面的这对广东中山的家长 是不小心把孩子留在了车里 当时他们准备驾车外出 先把孩子送上车 没想到孩子却拿起了钥匙按钮一下 车门就被锁上了 上海又有一位荒唐的父亲 把四个月大的女儿单独留在了车子里面 长达四个小时 刚才新闻当中的小朋友 因为救援及时 就没有扬成悲剧 都算是执回身彩的了 但是如果小朋友长时间锁在车里面 情况又会是怎样的呢 还有如果小朋友是单独被反锁在车里面 又应该怎样去应对呢 我们一于调查到底 我现在就来到了广州的网络CF店了 在我身边的这位就是从事汽车行业多年的崔老师 崔老师你好 你好 崔老师有几个问题想要请教你 其实生活中有些粗心的家长 他们会把小朋友反锁在车里面 我想问一下这样的行为 对于小朋友有什么安全隐患呢 其实是很危险的 因为你的车在关火之后 车内的循环系统就会关闭了 同时你四个窗都关闭了 这个时候那车就形成一个封闭的空间 很容易会造成缺氧的情况 会缺氧 是 那我想问一下 有没有说具体小朋友在这个墨币的车厂里面 多久会产生这样的一个现象 其实现在天气这么热 在里面可能短时间都已经很容易造成中暑的情况 至于你说它要多长时间 会造成对它一个生命有影响的话 其实具体我也不能回答 不过下面我们会做一个实验来测试一下 接下来我们继续做下一个实验 我们都知道蜡烛的燃烧和人的呼吸的原理是一样的 都是敷入氧气 跟着敷出而氧化碳的 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将蜡烛来代替人的呼吸来进行这个实验 首先我们将车停在太阳底下 我们可以观察到现在车内的温度是去到33摄氏度 那我们马上就要点着这四支蜡烛 我们来观察一下这四支蜡烛在这个封闭的车厂里面 它熄灭要用的时长是多少 而且当蜡烛是关掉的时候 我们再来观察一下这个封闭的车厂里面 温度是去到多少 事不宜前我们立刻来开始 我们要看一下这个封闭的车厂里面 现在浓车欣度算了 至少,我们还要去到一个封闭的车厂里面 如果能复权好了 那我们拖银こ能复权 在哪里面 要用的车厂里面 要不要过来 就是我 tay立刻 我带下车亂里面 了 看一下 现在已经过了一小时了 我们可以看到车里的蜡烛已经熄灭了 我们再来看看车里的情况如何 一打开车门一会儿热浪是旁边而来的 我们看看温度计的变化是怎样 短短的一个小时 我们的温度已经翻了一倍 你说在这么热的温度里面 在一个密闭的空间里面 就算是不缺氧也会中暑 不过说回来 如果我们把车停在停车场里面 不知道情况又会是怎样 今次我们转移到实验地点 把车开到地下和遮复 重复暗示的实验 同样在一个小时之后蜡烛声灭 同时车内的温度达到40度 等我两次实验我们可以推断 如果把小朋友翻车在车里面 超过一小时 小朋友就会有窒息的危险 但其实更加危险的 是小朋友长时间逗留在车里面的 高温封闭的环境当中 体温升高温度比成人快三到五倍 会导致体温飙升 脱水窒息等症状 严重起床 甚至是死亡感 我们刚才也看到 如果把小朋友单独反车在车里面 是认真危险的 所以很多家长都说 他们会教下小朋友 一些应急和求救的措施和方法 只不过这些方法 又是否真的有用呢 根据网友给出的求救方法 一共有三种 一种是使用车内解锁 第二种是按喇叭 而第三种是打开危险警暴闪光灯 究竟这些方法是否真的有效呢 我们的调查员决定在街上 随机抽到几款不同国家 不同品牌的汽车 进行反锁求救实验 看看网上提供的这三种方法 是否真的有效 经过调查员多回寻找 我们将目标锁定在这部 日系品牌的小小车 我们的调查员上车之后 就请车主锁上车 实验正式开始 我现在就被车主反锁在这辆车里面 我们来看看 在这个车已经是锁了的情况下 我在里面按喇叭 外面有没有反应 我们看到了 我们的工作人员表示 在车外是听得到喇叭的响声 我们再来看看第二步 可不可以打开双闪灯呢 好的 我们的工作人员也表示 在车外是可以成功的 看到双闪灯的效果 那我们现在再来试一下 在车辆在门内反锁的情况下 我在车里面 可不可以打开车门 这一辆车在车主 在门内反锁了车门的情况下 我在里面 都是可以打开车门的 第一次试试 这辆日系的小车 车在锁车的情况下 喇叭、双门和车门 都是可以打开双 接着奥连 我们继续寻找目标 今次我们选择了一部 未是品牌的商务车 第二次 实验开展 我现在再次给另一位车主 是反车在车里面 我们先来试一下 锁了车之后 喇叭可不可以响 第二步 我们再来试一下 在锁了车的情况下 双门灯 可不可以开 第三步 都比较关键 我们试一下 在车主在外面 反锁了整部车之后 我在车里面 可不可以开门呢 在车里面 在测试完美 和日系的车之后 我们的调查人 左欣又找到了一部 德系的小车车 作为测试对象 我们现在再来试一下 德国系列的车型 现在再次 也是被车主 反载在车里面 我们先来试一下 锁了车之后 喇叭可不可以响 我们再来试一下 可不可以打开双闪灯 好的 双闪灯 是成功的 第三步 我们再来试一下 车主反锁了车门之后 我在车里面 可不可以打开 双闪灯 好的 双闪灯 是成功的 可不可以打开 最后我们的调查员 又在街上 搜查了几款 不同品牌 不同类型的车 发现部分 德系的汽车 在锁车之后 喇叭不可以使用 而一些比较高端的 德系汽车 喇叭和车内解锁 都是不可以使用的 所以说 并不是所有的车 在锁车的情况之下 都可以使用 喇叭和车内解锁功能 打低双声的功能 所有车都可以使用 但由于车的牌子 和型号众多 我们无法一页验证 所以我们都是来问一下 业内人士 究竟哪些车 在锁车的情况之下 可以使用以上三种功能 就是一般的 各产车 日系车 美系 甚至一些法系的车 是可以的 但相对来说 德系的车 稍为高端 中高端的车 是不可以的 崔老师还跟我们说 由于汽车的双闪 是用于危险警报 所以计计和製造汽车的时候 所有车都会给双闪灯 安装独立的电路系统 而这个电路系统 即是在车辆切断电源的情况之下 都可以一样正常使用 换句话说 在三种求救方法里面 只有打双闪灯 这个求救方法 是所有车都可以做到的 看到这里 我相信大家都发现 对于小朋友来说 可能打开双闪灯 是最容易的办法 但单凭这个求救的办法 可否引起路人的关注呢 我们来做个小测试 我们将车停在一条人流略非常大的街上 并且将一名爱卖和小朋友 比较相似的战者 反锁在车里面 打开双闪灯 在这个过程当中 战者不停在打玻璃 我们来看看 路人有没有发现 自然者有异样 通过车内摄像头 我们可以看到 很多路人都是遍行遍局 似乎没有留意到 车里面的自然者 很不容易 还有一位阿姨 注意到我们的自然者 不过很可惜 这位阿姨 只是好奇地望着眼 就直接走开了 在整个过程当中 我们发现大部分的路人 都没有发现车内有异样 就算见到 都是望一眼 就匆匆路过 难道我们的战者 求救讯号不明显 哈啰 你好 我想问一下 刚刚您从这边经过 有没有觉得 那边那台车有点异常 好像没什么特别 没什么特别 但是我们刚刚有看到 他一直在打着这个双闪灯 可是专车不都是这样吗 你觉得就是平时打专车的话 他们停车靠边 也会这样打灯对吧 对 好的 谢谢 在刚才的实验当中 其实大部分的路人 都只会以为 拆着车辆 只不过是一部等客的专车 换句话说 即使小朋友可以打开双闪灯 都未必可以求救成功 因为现在有很多的专车司机 在等客的时候 或者令到客人 可以找到自己的车 都会打开双闪灯 双闪灯 原本表示危险警报的讯号 已经渐渐被弱包 甚至已经成为专车的标展 所以如果被反锁在车里面的情况之下 打开双闪灯求救 都未必可以引起路人的注意监 各位家长 平时虽然可以教小朋友 一些简单的求救方法 但正所谓 小心使得万年损 各位家长开车 带小朋友出去的时候 就要切记千万不要把小朋友 独自留在车里面 看到这里 我相信我们的家长朋友 都已经意识到 把小朋友反锁在车里面的危险性 是有多大的 只不过还有另外一种的交通意外 是比反锁小朋友在车内更加危险 而且死亡率是更高的 究竟是什么呢 广告之后告诉你 有一种交通意外 比小朋友反锁车内的危险性更大 而且这种意外的车速非常低 而且出奇不异 就会撞上小朋友 究竟是什么事故呢 全片讲 查了再讲 生活调查团稍后为你调查 我们尝试找出一些 儿童反锁车内的求救方法 在第二天我们留了一个小问题给大家 究竟答案是什么呢 生活调查团 食客为你结晓 全言变广 查了再讲 欢迎回来生活调查团 在上一节我们就和大家说过 有一种交通意外 是危险性更大 和死亡率更高 究竟是什么呢 接下来我们来看两条新闻 一位父亲在倒车的时候 不趁压死了自己幼小的女儿 一辆黑色的别克轿车 突然失控 加速撞向孩子被撞的女童 当场身亡 江苏南通有一位张女士 他在倒车的时候没留神 居然把自己亲生女儿给撞死了 看完以上的这些新闻 我就认真不明白了 其实大家平时在倒车的时候 车速都很慢的 而且车上边还有倒后镜 有些车甚至是装了 倒车雷达这些装置 但是为什么发生在倒车时候的 这些事故反而更多呢 因为很多小朋友 因为他本身身高会比较小 比较小一点 而且经常会走来走去 而且当我们坐在司机位的时候 在后面其实会有很多盲区 很难会发现到 一个身材比较矮小的小朋友 在后面走走 所以就会造成很多意外就会发生了 为了帮大家找出司机倒车的盲区 我们专门是准备了一个假人的 这个假人的身高 就相当于一个三岁小朋友的身高 一会儿我就会不断地移动这个假人的位置 当司机是见不到它的时候 就会按喇叭示意 我们一起来试验 我们首先测量在车的前后方位 试验结果显示 当移动假人移动到距离车头0.4米的时候 司机名喇叭示意 表示已经看不到假人 当假人在车尾移动到距离车尾2.5米的时候 司机明喇叭示意 接着恶力我们继续实验 调查员以1.5米为半径 围着车的周围转圈 当司机看不到儿童假人的时候 明喇叭示意 正如反复的测试 我们最后画出一张汽车盲驱图 从这个图中我们可以看到 盲点柱集中在车头的能量 以及车尾 另外盲驱的范围 还和司机的身高 和小朋友的身高有很大关系 如果司机的身材比较矮小 盲驱就会更加大 而小朋友的身高比较矮 或者下吨的时候 盲驱的范围也会扩大 那看完刚才那张盲驱图 我相信大家都发觉 司机在车里面 可以看到小朋友的几率是很小的 那究竟有没有什么装置 可以帮助司机去缩续盲驱呢 以现在比较常见的辅助器配来说 主要有三种 一种是小圆镜 一种是盗车雷丹 和盗车影像 我们分别用这三种的辅助器配进行到车 看看盲驱有没有改善 首先我们将一个站立的儿童假仁 放在车后面进行到车 这个儿童假仁的身高 相当于一个三岁的小朋友 使用小圆镜的时候 驾驶员没有发现车尾的儿童假仁 而是直接撞上去 当使用到车雷带的时候 驾驶员及时发现儿童假仁 并停下来 同样 当我们使用到车影像的时候 驾驶员可以很清晰地 从屏幕当中拍到儿童假仁 支撞力 我们又换了一个高40厘米的障碍物 这个相当于一个小朋友 蹲下的高度 而在第二次的实验当中 小圆镜没有发现车后有异样 撞上了障碍物 雷达可以发现障碍物 并且同作领 看来网上所说 刀车雷达没有办法探测到 矮小物体的这个说法 是不正确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刀车影像 同样 驾驶员可以很清晰地 在屏幕当中 看到矮小的障碍物 并随时停车 通过实验 我们可以知道 在三种的汽车辅助器配当中 只有雷达和刀车影像 是可以去发现一些 比较矮小的障碍物 但他们都只能解决 汽车尾部的盲区 对于汽车周围的这些 视线盲区 我们还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呢 第一个好像我们平时 如果要开车的话 最好是先在车周围走一圈 看看有没有小朋友 或者有没有障碍物 另外当你的车要开出去 或者到入库的时候 最好是先按一按喇叭 以提醒其他周围的人 做一个提示的作用 那会比较好些 调查到这里 我们可以知道 小朋友被反锁在车里面 容易导致窒声或者缺氧 家长千万不要独自留小朋友 在车里面 平时家长也去测试一下 自己的车在上水的情况之下 是不是可以使用喇叭 双闪灯和车内解锁 并教识小朋友应急的措施 另外生活调查团还要提醒你 在明天我们将会为你列出 儿童五大乘车事故彭绷 并教你如何避免意外 所以明天 大家都要记得 持住我们的生活调查团 节目进行到这里 大家不要急着说拜拜 在8月份期间 我们生活调查团 会举行上门送大礼的活动 在每晚8点半 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当中 我们的工作人员 就会上门敲门 如果刚好你在收看我们的节目的话 并且答对问题 就可以获得我们的丰厚大礼包 那我们一起来看看今晚的 幸运观众又是谁 这是我们送你的大礼包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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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到这里过人家看一看吧 阿姨你好 你好 你好 那个我们是公共频道 生活调查团老幕主的 然后我们今天呢 是有大礼送个到观众家里面去的 阿姨请问您贵姓呢 姓刘 姓刘 姓刘是吧 阿姨你在看节目吗 是 你现在看的是 很好 这是我们的节目哦 生活调查团嘛 生活调查团啊 阿姨那我考虑你知道 我们这个节目的话 是什么时候播的吗 是晚上八点半到九点 九点啊 你刚刚都已经回答正确了 所以现在我们有个礼品 要送给你的 好 就这个阿姨 谢谢你啊 谢谢 谢谢 感接着调查员又马不停提地 尋找下一个幸运家庭 阿姨你好 我是公共频道 生活调查团老幕主的 好 你在看电视吗 有啊 有啊 进来吧 好 叔叔你好 你好 哦 你们在看电视啊 看 哦 是我们调查团 哎 看我们的节目啊 对啊 哎 那阿姨你知道我们的节目 每天晚上是什么时候 首播的吗 八点半 八点半 是吧 那看来你对我们的节目 还是挺了解的是吧 好阿姨 其实我们今天过来呢 是有个大礼要送给你的 是吧 对 你跟阿宁那个姐姐 那个问题已经回答正确了 现在我们把礼物送给你好吧 好好好 谢谢 阿姨 恭喜你恭喜你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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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阿姨 其实我们今天过来呢 除了这个大礼包 其实还有小礼包 你想不想要呢 想要 想啊 是吧 那我现在来考考你了 你知道我们今天晚上的节目 是什么内容吗 这 中毒 中毒是吧 是 恭喜你又答对了 好我们是一个小的礼品送给你 好啊 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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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我们今天的礼品呢 都已经送完了 观众朋友 请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 说不定下一个幸运家庭就是你哦 这期的好礼派送活动就到这里 如果你都想我们将大礼包送到你家的话呢 就要拿起你的手机 搜索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生活调查团的官方微信 说不定下一个幸运的观众就是你 那我们这期的节目就到这里 下期再见 拜拜